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一起同行 不孤单一人 齐抵抗暴雨 一起看自由 祈求万世都抹楼 荣光民主同行 Speed up Hong Kong 搞那样 搞那样 有你们继续支持同行 香港台一定本着开台至今那团火同初心 在未来的2023年内的365日 一共8760小时 我们加倍努力 支持我们moving forward 只需要一小时28元或者更多小时 达到2023年8760小时的目标 即是每个月200元 全年24万的营运经费 如果大家都感受到 香港台这份凝聚发声有必要 认同我们这份使命 请去到我们的网站 香港人station.com 支持我们2023 没有那样就去 搞那样 一粒钟28元 获应捐更多粒钟 多小无区 多小无区 Make every hour count 大陈志豪由大东 叫做伦敦奥偶 两层冰淇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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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淇淋 有一次吃饭 我就说你们不如直接开电视就可以了 不用说香港开电视 穿得这么低空也很好吃 你想想沉迷林是否… 让我先看真一点 背景不同了 人的样子也有点不同了 还有今天跟你聊天 好像说鬼谷那样小声 因为我现在住的酒店 我发觉她的牆壁比较薄 我今早早已经被隔离房开访问号 她说得很大声 我只是不知道是很大声 还是房间的回音太厉害 慢着,你说到她去了酒店 你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你去了哪里住酒店? 还是你被人隔离了? 我不是被隔离了 我現在其實就是在巴黎的一間酒店 應該是昨天錄影這一刻就是法國時間的10月21日 我就是20日由倫敦打Eurostar 到巴黎 我已經很久沒來過巴黎了 上一次來巴黎是2008年的時候 很久了,所以我對這個城市是完全沒有印象的 我重新再認識過這個地方 你開心了,樣子都好像會發光 剛好閃燈的,因為上次錄影就是 我想說現在我這個樣子是我家人都沒有見過的 透過你這個節目他們就會看到 因為我上一次錄影其實是還沒飛的 那時候我就很扯,那幾兩三個星期都很辛苦 然後飛了之後才去了倫敦 其實去英國,之後再去法國 我這次真的是英法德的,可以告訴你 現在是第二站而已 是第二個國家的第一站 因為我發覺我還會去其他城市的 因為我有朋友 那我發覺就沒有,當然就沒有英國那麼多朋友 我英國的見人的頻密程度 是好比在香港的 就是我基本上 這麼厲害?這麼頻密? 我真的有很多朋友已經問 還有基本上整個旅程 我當然說英文不是問題的 但我百分之可能是80的時間都會說廣東話 因為主要都是很多香港人 很多朋友 我又去了幾個城市 我又去倫敦見肥仔 我又上去了曼徹斯特 跟著又去了Lake District旅行 其實我生病了 因為你看到我的聲音 其實是一般的 這些聲音很性感 是因為倫敦真的 它的風很陰濕的 我上一次去就是18年 中間接著之後 那四年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完全做不到事 是吧? 是吧? 那我在18年的時候 準備不夠了 還有大家真的不要期望 如果你是窮遊倫敦 就真的做好準備了 做好一些個人衛生的準備 因為這個是我18年的經驗 那時候還是很窮 現在也很窮 那時候就租一間 在一間叫做 Kings Cross 就是由英國搭Eurostar 下去巴黎的一個車站 叫Kings Cross Saint Pancras 在附近就有一間 很舊的建築改建而成的 一間Hotel 那間那時候沒有錢 當然是住最便宜的 八個人 一間房間 一間房間有八個人 八個人的房間 非常骯髒 就這樣去到給你一張床單 但其實你自己蓋著 Witches Guide不是酒店 然後你蓋完之後 我發覺塵是養起來了 因為我有鼻敏感 最糟糕的主要是因為 倫敦那些風 因為我都是九月十月到的 18年 倫敦這個時間的風 是很陰濕的 它不是 比如像香港那樣的季後風 就可能說很冷 就是比較直接一點 應該說 香港的風是比較直接一點 當然是那些濕凍的零計 但香港的風 一不就 你不會有錯覺 不會令你有錯覺的 哎呀 不是很冷 但原來其實是很冷 但英國的風 倫敦 我講的是倫敦 就真的是 陰濕 是陰濕的 你以為不是很冷 一吹起來 原來就中招 就病了 那時候就是18年去見朋友 一上Embankment 就是在泰吾斯河畔 有個陣子叫Embankment 走上橋那裏 一吹 我就病了 這次我已經做足準備了 我日子 你看那些照片都是戴拉姆 你看我和肥仔那張照片都是戴拉姆 都是戴拉姆 倫敦的街頭和旺角 和香港也很不同 旺角其實真的藏著溫度 就很熱 但是倫敦這裏實在太凶狂了 通常那些風是直接襲擊你的 你有幾斤 而且你穿得很潮 真的一點都不像在香港 你真是很潮 這件 因為我已經很擔心自己病了 我已經買了一件很薄的魚絨 還有一件魚絨 裏面還有一件衛衣 裏面衛衣還有一件熱帶 那邊是多少度 日夜溫差很大 可能日頭是十六七度 晚上可能真的低到六七度 一下雨就糟了 那我的朋友就說我非常之幸運 眾所周知 英國是長期下雨的 他們叫做drisseline 即是那些 它不是那些heavy rain 是那些是下雨 聽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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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 是的 他們說是在外面 然後說是只是drisseline 你就知道其實是下雨了 但是呢 下雨也不會很冷的 它最厲害的是不下雨也很厲害 也是會很涼 因為日夜溫差很大 還有幸運就是我去那麼多城市 真真正正下雨的 其實就是去湖區 所以可能也是下雨一兩天 我整個英國的旅程都留了十天 我連我的朋友 我在曼城的朋友都說 你很幸運 早四天下雨到九市 你一來到天晴 我全部都真的是天晴 那我就覺得日頭基本上有陽光照著 就真的是混亂 但是因為你知道英國真的是一個島國 它四面都還海 變成一個地方 和來到法國 來到巴黎又不一樣 因為巴黎如果我穿同一個套 同一個陣容的衣服出街 很熱的 流汗 因為我有一個法國朋友 我很久沒見他了 昨晚又見到他 他真的是法國人 我就問他你在哪裡 我在哪裡 很近 我們就見了 他就說因為這幾天有些熱的風 熱的暖流 從西班牙飛了過來法國 所以有些暖 即使我今天第一天在巴黎 都是天晴的 在埃曼就下雨 但下雨也不算太多 因為乘巴黎的地鐵 其實就比在倫敦更激 因為倫敦已經很激 倫敦很激 但是巴黎就更激 因為你知道兩個城市的地鐵 其實也有回歷史 所以就不太好 但是倫敦也起碼有新開的 Elizabeth Lyon 也挺舒服的 但是巴黎就抱歉了 真的逼得死人 是不是巴黎的人 不論是女性和男性呢 是不是那個時裝 那個時尚感 是不是一踏出去 你就感覺到巴黎 跟英國不同 這件事情 我也有跟我的法國朋友說的 他就說如果你看Emily in Paris 他就說是完全是假的 即是假的 不是那麼潮的 我覺得如果觀眾不知道什麼叫Emily in Paris 我們在Netflix叫做艾蜜莉在巴黎 總之是一個美國妹去了巴黎 有工作有艷遇 其實就是這樣 你有沒有艷遇啊? 一說就艷遇 是無不閒有艷遇的 然後第二季就比較差的 第一季都還好 然後我的朋友說法國人 他們就覺得根本都是劇 即假 那到底巴黎人 穿衣服是不是 大家想到 一出街就好像看那些 在那些時尚的雜誌 那些時尚的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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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有一點 為什麼呢? 我覺得是因為他們很自信 他們覺得這樣穿就行了 即是他們可能裡面 如容爛爛爛 或者可能是 不是泰國 他們總之有辦法 因為你知道法國人的骨架面上 小一點 小一點 精緻一點 變成他們 你說有些很英俊、很英俊的 他們在街上是見過的 嗯 國人體呢 當然一定有 就是現獸還肥 但是 英國就只有肥仔 我覺得 柏林可能會有不同的 但是呢 譬如你說巴黎 我自己剛才走過一幾趟街 我就真的覺得 他們是 你會發覺 他們個個都不同 即可能你在香港 都是比較千篇一律 即大家都是威脱到差不多 但是法國人 他們就很知道自己要什麼 有個性 有個性 其實老實說 你說香港是不是做不到 我覺得不是做不到 但是 但是可能你知道 可能很多人的眼光 就比較狹窄 就會覺得這些奇怪怪的 通常用一個 比較負面的眼光去看 你也知道其實法國人 真的很高鬥 尤其是巴黎人 即是 真是高鬥的 但是 什麼叫高鬥 我們真的很久沒聽這些字 即是怎樣啊 他們 心底裏面覺得自己厲害 即是厲害了 即是厲害了 那些人 即是 妙利 總之是妙利 總之你會感覺到 總之你不是說法文 你不是說Bonjour 你會感覺到他們對你的態度 就是沒有那麼好的 說法文就好很多 不過我之前有去過其他城市 去過里岳 就不是這樣的 里岳我講英文 你都覺得不太大分別 但是 你巴黎 如果有些地方你不會說法文 你就會感覺到 有些圍欄你 例如今天我去一個地方看展覽 那個地方 它是專門收集一些猶太人的文化的餐廳 通常你知道可以進入法國的博物館 其實通常你都要去做安檢 就是安全檢查 我就是因為我的背包 背包是只有一天 即是我不斷過 它都不讓我的背包去通過 那我就什麼都找了出來 當然它也不在乎你的手機擺得好 或者相機它不會來 總之你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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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五、六分鐘都不行 然後發現原來 就是因為我的袋裡有一個指甲鉗 你不知道它是怎麼想的 可能它就是要故意弄鬼你 其實都看到了 就算看到了 它就是告訴你 我是不行的 我是要你擺出來的 然後我記得我進入了之後 有另一個法國人 應該是法國人來的 它意思是說你也是來看那個什麼展 哦是呀 不然我走了 其實它都明白 因為你會感覺到法國人 它真是 所謂西面或者高鬥 它真是很explicit 很擺出面子 可能英國人 都還會笑一下笑一下你 會演一下你 笑完你都不知道 你知道英國人的 他們問一些東西都很厲害的 就是棉女 尤其是你知道這幾天有很多新聞 是的 有辭職 你看BBC新聞 因為我來到法國 我真的要看BBC新聞 因為這件事太厲害了 你會感覺到他們的用字 是串到不得了的 完全不流力的 因為我記得我在湖區 我在湖區旅行的時候 剛好是上一陣子的財相 就是上一陣子的財相 就辭職 都是黑人 是的 當然是大致報道 然後你就感覺到 他根本已經在罵手上 甚至已經有人在開判了 因為你知英國人 他們真的很喜歡賭 我的朋友告訴我 原來就不只是 你以為香港賭球 就是以為香港得賭球 小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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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你英國 沒有打賭球 真的什麼都可以賭 他們賭什麼呢 可能是賭 除了賭垃圾之外 什麼都可以賭 告訴你 他們有些賭盤 是會開賭給你 到底卓惠斯留任 任期去到什麼時候 如果2023年 賭率有多少 有多少 當然 越後就越賭得多 因為他的機會越來越低 然後你就有另一種體驗 我自己覺得 今次去英國也好 去歐洲 去歐洲 其實我真的覺得 再一次確認 世界真的很大 又再闊闊多一個層次 很多東西是你真是 可能也沒想過 譬如今次去英國 我是第一次去曼徹斯特 那我就會見朋友 也都 曼徹斯特也有大件事 因為我一直以為曼徹斯特這個地方 是很悶的 因為我聽說曼徹工業城市 一定很悶 但原來曼徹我又會明白 為什麼有這麼多香港人 會選擇 為什麼會選擇那裡呢 為什麼呢 首先就是因為曼徹 它是一個 如果 當然看你住在哪裡 我就當中心店 就是金鐘中環 銅鑼灣 OK 遠一點就是上水 天水圍那些地方 其實它如果你知道那個 有什麼聲音 我怕它會過來罵我 曼徹 曼徹 它突然衝出 曼徹 它其實就是一個 它是一個很集中的城市 如果你由英國倫敦 你搭兩個多宗火車直接就去到曼徹斯特 那基本上曼徹斯特一出去就已經是中環金鐘銅鑼灣的地方了 那基本上呢 它沒有地鐵的 但是它有電車 然後它有電車的時候 基本上呢 就算你不坐電車 但是你很多地方呢 你都是走到過去的 可能15到20分鐘 你必須知道 那些人 可能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 走15到20分鐘 你都不想走 但是我想說呢 你人不在香港呢 你在歐洲 OK 或者加拿大 你就會發覺走15分鐘而已 是呀是呀 很近啊 是不是 你都知道呢 譬如香港呢 就少用一點 少用CityMapper 但是譬如你在歐洲 譬如我在巴黎或者倫敦 我都用CityMapper 什麼叫CityMapper呢 就是一個APP 告訴你 譬如我由尼敦道 我想去到太古城 那你要怎樣去呢 它就會教你 你才要乘車 接著走幾步 路幾分鐘就到了 計算時間給你的 那麼其實呢 倫敦 巴黎 曼特斯特都可以 而曼特斯特呢 其實我覺得它的城市結構 它的設計 其實有點像芬蘭的黑爾新機 芬蘭首都黑爾新機 原來你去了很多地方 芬蘭我去很久前去了 那麼其實那個感覺是什麼呢 就是它的尺寸不大 你又行得到 然後呢 整個地方很集中 還有呢 我的朋友呢 即是我的智者朋友呢 他就是曼特斯特的啦 曼特斯特的 他就跟我說了他很精準的形容 他說你看看 曼特斯特 不是很多人 但又不是沒有人 即是他說這條街呢 零零丁丁又有兩三個人 但他又有很多人到好像 在旺角 即是剛剛好的 是的 還有倫敦呢 原來倫敦的氣氛是不同的 倫敦呢 你只會覺得 你的人都想衝衝衝衝衝衝 但是你想想倫敦相比香港 倫敦其實都挺放鬆的 但原來在曼特斯特的眼中 倫敦也是衝衝衝的 所以我自己就明白他們為什麼不想去倫敦 因為他們都很趕 而且倫敦真的看到很多香港人的面子 我覺得主要是方便 可能因為近看球 因為我剛剛說到當天曼城有主場打球 對一對賽普路斯的球隊 就是歐盟那些 總之是歐冠杯 但是曼城很差 90分鐘加助看直播 我不是在球場看 我是看直播 也不進入 還有我想住的紙水不太貴 原來英國人租房的特點是不同香港的 香港永遠都是計算面積大小 原來英國 我想尤其是倫敦 我想萬城都差不多 它就是計算你睡房的數目有多少 如果你 你住的是一房單位 但是你可能是大 你的面積是大過兩房的話 有可能你的租是可以便宜過兩房的 因為它是計算睡房 你那個地方可以是大過兩房 但是只是一個房就自然平租了 是的 還有它怎樣去計算你一個睡房呢 就是有沒有通風系統 如果你有通風系統 它就會計算你一個睡房 因為我試過有一個朋友 他有一間雜物房是大到基本上你睡兩個人都可以 但是他不當你在睡房 他不會通風系統 他會被焗死的 然後你又了解 香港住過就無所謂了 這些大佬 然後你又了解 原來他們為何會選擇過去生活 選擇過來英國生活 當然一來是對前景的不安 不明白 我想可能因為香港生活實在太 緊張 我覺得是空間 我覺得是沒有空間 譬如剛才我說 巴黎人為何會這麼有個性 其實你倫敦一樣的 當然你倫敦你看看你住什麼區 當然有不同區有不同的問題 我另一個朋友有一次駕駛車 車惡送我回去住的地方 他說因為你知道倫敦 每一個區都有不同的council 即是議會的問題 就是負責管理私用的 亦都會收你錢的 他說在一個區有錢還是沒有錢 就可以看多不多graffiti 還有一些露博 那些露的露博 是不是粒粒粒粒 如果是靚靚漏漏的話 即是很工整很靚的 應該有些錢 還有可以看看他們 還有另一個朋友說 其實可以看看 附近那些人的駕駛的牌子 我想這些都是一些觀察 你看過這次的旅程 我又不是很旅遊 當然我有做到事 其實我每一天 我一會兒臨婚前 我會出一個post 就是有我的朋友拍著我 在倫敦街頭出一個post的樣子 因為我的朋友說 其實你放假就不要工作了 是呀 但是你又想想 自媒體又怎能夠百分百停呢 其實是很難的 我的朋友說你很靠性 先賺點外快 有的 賺分成熟收入 所以我一直都有研究 到底我是不是可以 remote control 就是用一個remote 遙距的方式 可能是 可能是 翌日 可能不是 半年香港 半年歐洲 我是有些想這樣 我是有些想這樣 因為我覺得 在香港的心情 跟這裏 你真的不同 因為我的朋友說 為什麼英國人 香港人 以前在香港生活 你一定會覺得 不行 我今天就先出九龍灣 然後就去銅鑼灣 然後就去中環 做發展 很多地方 塞爆 我想說 在英國你是不行的 在倫敦 剛才我們不是說 15分鐘走 就濕碎了 是不是 因為 原來你真的是不介意的 因為你知道 例如倫敦坐地鐵 那些線是錯綜複雜 而且那些線不是一條直線 那條線可以叉開兩三條 然後 有時候你為了方便看CityMapper 然後你計算 原來他告訴你 你直接走到那個站15分鐘 然後坐車 你對一般香港人來說 你那些15分鐘 走15分鐘路坐車 是想死的 但是呢 你在倫敦 甚至在巴黎 你又覺得沒什麼所謂 因為你看到天 又吹下風 又看到地又有歷史 停下來 最多喝咖啡都還可以 對 又很舒服 所以 可能原來你 有點對點 其實老實說 我真的有個朋友說 喂 我們一間出去吃飯 吃日本東西 在樓下 他的樓下 就真的不是你搭電梯下去樓下 他的樓下 其實就是你要走15分鐘 你才會去到那個地方 這樣 然後呢 你可能要轉來轉去 可能其實你為了吃一個早餐 因為你知道他區裡面 其實已經是有了那些準備的了 已經有了那些設施 基本上可以不需要去那麼遠 但是如果你又貪無虛榮 又要打卡 又行的話 那可能 你就需要 我試過為了吃一個早餐 我問我朋友 要去要多久 一個小時 那就是一個小時 你只是坐車 你也不要計劃 你也不要計劃 要等 那間餐廳 我叫做倫敦澳牛 他真的 他又不是倫敦澳牛 他不是澳牛那麼兇 OK 我會說這碗雪糕 那麼倫敦澳牛 就是 都是吃早餐的 都是吃all day breakfast 現在這個不是我吃的 這個是別人吃完 我拍完之後好像挺漂亮的 我才拍的 你便要等 不過那個臀部很漂亮 你就要等 等了十幾分鐘 然後你才可以慢慢吃 其實根本整個城市的節奏 的步伐就是 逼你一定要慢 你快不了 還有可能你去超市 如果香港人的印象 你 是 我以為你消失了 因為香港人的印象 可能有些 譬如惠康、百佳 那些很大的superstore 那些superstore 就已經叫做很大 原來在英國人的標準來說 那些superstore 那些才叫做一般超市 真真正正叫做大的superstore 就是 就好像你加拿大那些 可能你要開車 Costco 整個warehouse 那些 那些 你有沒有進去? 你有沒有去到? 我沒有去過那些 不會去這些浪費時間 這些你又買了 反而真的 如果我由我的朋友 我住在我的朋友 由我的朋友的家 去到那個超市 都要走十五分鐘 你想想 十五分鐘 只不過是基本消費 你可能由東去西 見個朋友 從南去北見的朋友 那就一天了 那就是一天了 是不是才回來呢 可能我去布莱頓 看看海很漂亮 其實那裡來回會四、五、六個小時 吃頓飯 但是想想 坐車來回三個小時 兩個多小時 你去到見朋友 你只有兩個多小時 其實那些東西要很浪縮 你會不會給到你 你在香港就要不斷看消息 那些東西就用來做事 那你停下了 不是做很多東西 就是間時做一件事 那你看著周圍的東西 反而 你都是去幾個地方 就要幾個小時 那這一種這樣的模式 這樣的生活 能給到你一些什麼? 給到你一些什麼感受 是不是就是想半年香港 半年這裡的嘛 原來我都很適合在歐洲生活 其實我想歐洲生活 最比較濕制的 都是離不開吃 還有是醫療 就是你頭暈身慶都會看醫生 譬如我真的凍傷了 避敏感療 要吃藥 感冒 我很擔心自己中COVID 但是原來是感冒 那你怎樣呢 你有沒有相熟的醫生 那你就要時間適應 就是我最怕一些的 那吃東西怎樣呢? 吃東西是不是 大家都很fancy外國 吃東西 你知道香港吃過法國菜 吃過很正統的西餐 你會不會吃到有一天口味 快帶我去吃個茶餐廳 其實現在 先說英國 英國 他們一直都是美食的沙漠 OK 美食的沙漠也有好東西吃的 當然你也不可能 餐餐吃幾十磅 你很不可能 我們做旅客就說而已 所以我的朋友 通常都真的會煮的 十磅內 三個人吃十磅內 我想三到四個人 十多磅 很合理 十多磅 先一瓶水 現在還要對八百磅 很划算的 現在很划算的 還有 為什麼英國不會喜歡煮飯呢? 我發覺其中一個很大的誘因 是因為有洗碗機 哦 是呀 洗碗機 因為我的朋友說 你看這個發明多好 他們都是 因為他們吃完份就放進碗裡 還要有些可能把早五晚 三餐 早五晚三餐的碗碟 一次過洗掉 洗三個小時 是吧 那你就多了很多時間 讓你做事 OK 那說其他吃東西 我覺得吃東西 英國 我自己個人覺得 是方便一些 因為或者是比較容易適應一些 反而你說來到 因為英國 他多年鎖定 因為你知道他的機率很高 他多年鎖定 可能你去Pret 可能去Subway 很多Five Guys 然後 你不會無緣無故就進去酒吧 然後 還有他們很多那些 Grab and Go 即是拿著拿著就走 太差 很多的 很多 而且水準也不算太差 又或者你再不是的 怎樣煮呢 根本上你去 馬砂那些 都有 一盆盆盆 你喜歡不快 即是這樣 或者煮 或者焗 都可以 都方便的 我覺得 飲食文化那裏 基本上 甚至你想去唐人街 吃兩宿飯 都有 嗯 兩宿飯 都有 這麽厲害 很多鬼都吃的 在倫敦 在Lessard Square 那裏 那裏 我覺得吃東西方面 我自己覺得英國 OK的 OK 但是你去到巴黎 巴黎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不是 那些東西不好吃 巴黎一定好吃 但是因為巴黎 你的語言都真的有些障礙 還有它的 portion 即是它的份量 即是可能 我今天去 龐比道中心 看展覽 那我明天又要再去 因為我發覺我錯過了時間 那附近 裡面有一間類似的 好像Prat 但其實它又不是Prat 它是另一間公司 有個Pipe是熱的 然後有個沙律 那些叫做 總之有些沙律 然後就有一杯咖啡 那可能這樣 就已經叫做適合一個人吃 因為他們可能 因為你知道法國人 我想說 你也一定聽過林一年的傾斜 是不是 林振辰的名曲 是吧 林振強 你真的要度過巴黎 你才知道林振強的詞實得非常之好 即是他們巴黎人的生活就是 喜歡聊天 坐在街邊的咖啡 聊聊聊聊聊 三四 即是很少單丁 有單丁 但是很少 你在咖啡店 很少見單丁 單丁通常一杯咖啡 但是你想吃東西的話 你想吃東西的話 你一定是兩三四五個人 你無緣無緣無故一條人去到 那你怎麼吃呢 你沒習慣 可能我明天會見另一個朋友 可能我問得多 因為他就是 華人 可能他就會再了解一些 但其實也有 越南食物 那些河粉 泰國很少見 我反而今天在巴黎 是吃了一個黎巴嫩的卷餅 也挺好吃 剛才你看看那杯雪糕 這杯雪糕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其實現在各位觀眾 你聽到我了 我要給你 各位觀眾 你現在看到這間叫做 Marcher 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Marcher的市場 是吧 總之他們是法文 總之他們的名字 就叫Barcher 這個就是他的IG 大家上去看 你會發現 到底你猜不猜到他有多少層 其實他這裏 是有兩層雪糕加一層Cream 而那層雪糕外面 是什麼來的 是一些Pistachio 就是一些開心果的碎 他怎麼做呢 其實他有些Gigelato 他就好像把兩層雪糕 兩個球的雪糕 他要問你要什麼味道 這樣就做好了 打好兩個Scoop之後 他就會好像 好像那些避風糖炒蟹 拿去就好捲 包住 用那些Pistachio包住 然後還問你要不要Cream 當然要了 不管 不管了 我選擇了上面 現在大家看到中間那層 就是他們的招牌菜 就叫做 The best of the milk 總之是 一些最正的牛奶做出來的 超滑的 其實是很滑的 而且那層味道 你吃下去有點像花香 我會想再吃 我會再吃過的 然後它的咖啡味也很好吃 這一間就是在 旁比度中心 富豪的一間 那我 原來這也是屬於黎巴嫩的經驗 那這枝雪糕多少錢呢 是7歐 7歐 OK呀 還有人在外 你又沒那麼久沒旅行 隨便吧 我想說 我都買了很多東西 其實很久不買的 那你買什麼呢 你買衣服 買帽 買帽 這件就是 曼城有一間叫做 Piccadilly Records 聽過這個 很出名的這間店 我就買了這一件 買了這一件 這件T 因為這些 香港找不到 另外我今天去旁比度中心 我今天去旁比度中心 我就買了一個 KEEP HEALING的袋 是很美的 這個已經是最後一個了 我已經沒有辦法 但我決定打開給大家看 因為真的很厲害 我忍不住買 DISPLAY也買 為甚麼呢 給大家看 嘩 這個你看 很漂亮 很漂亮 然後我問過店員 我想問為何其他都可以 為何有新的 為何只有這個沒有 這個連我們的倉底都賣賣了 那你要不要製造 你要製造我就買這個給你 我經常都覺得這樣的 可能 不知道是不是 我覺得都說得對 有時候有些東西 蘇州過後沒有艇塔 你這個心態 你在旅行 有時候我都覺得要 bear in mind 你遇到你喜歡 你就真的不要等了 因為 你以為自己有機會買 你是永遠都聞不回 我試過了 在倫敦 因為我自己是很喜歡Paul Smith的 我很喜歡Paul Smith 其實我也都不捨得買 其實我現在只是一個 我現在只是銀包和一條頸巾 這條頸巾是幾年前 在歐利買的 然後這次我就去Burr Market Burr Market就是倫敦很出名 吃東西 在一個 那些叫甚麼 一個很出名吃東西的地方 類似大牌檔 但其實它不是大牌檔 是熟悉的 它附近有一間 就是Paul Smith 原來是套餐 我裡面有個袋 我就覺得挺好 挺漂亮 但當然也不是便宜的 然後我就想著 不要緊我會再回來 然後我就真的再回去Burr Market 賣了 不是 刪了 剛巧我遲了一兩分鐘就刪了 你知道外國是這樣的 是很準時的 很準時的 你知道香港不是像香港那樣的 香港是加班 先搶賣 先搶賣 然後當我打算 昨天離開倫敦 在 Kings Cross St. Pancras 那裏 附近是有一間旗艦店 以為有 沒有 Sorry 我們在買新貨 你要那個其實是歐典 那我就買不到 所以 我就覺得有些東西 如果喜歡 你又覺得想買 還有老實說 現在我們去了這些年紀 我真的不想再窮遊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那些 我現在要餐餐五星級酒店 不是 我不是要這樣 其實我要吃一些很便宜的包 但是這些東西 你真的要買 Quality 的東西 有時候你真的不太介意 所以 我今天 在倫敦 叫這個 我媽媽一定罵我 我在倫敦 就不跌錢 沒什麼跌錢 但我都買了一雙很漂亮的水鞋 因為 你知道香港經常下雨 是的 那我就真的在 Selfridges Selfridges 那一個百貨公司 就賣 因為我找不到大賬 最後去那裡賣 在Oxford Circus 然後 我來巴黎 第一天就跌錢 就要 但那件衣服真的很漂亮 我真的不公開給大家看 因為 慢慢用 因為我進去 其實到底有 我可以告訴大家 到底它有多漂亮 昨晚 我和我的法國朋友 走去聖母院 你聖母院燒火燭 總之他帶我走路 這裏是聖母院 然後他就走了 因為他要今天出差 那我就走回去酒店 回來的時候 看到店鋪 我在廚窗那裡已經看到 哇 那件衣服很漂亮 已經忍不住 立即用相機認定 預約了它 然後我剛才說 我今天去了一個 猶太教的 Museum 猶太人的Museum 那間賣衫的店鋪 就是在Museum的隔壁 看完展覽之後 當然是過去看看 一看就糟糕了 一試就行了 OK 我覺得我不可以再犯 不可以再重複自己的錯誤 我一定是要 如果你是想買 你就可以了 因為買不到一個Paul Smith 所以這裏就學會了功課了 是的 我覺得 還有可以讓大家看看 那一件 其實我有另一個嗜好 你剛才看到我和肥仔那張照片 你不是看到 那件外套 其實那件厚外套 是在東京賣的 Vintage 這次在曼城 很好笑 倫敦又跌不跌錢 在曼城 因為可能我知道我在曼城的日子不多 我一看到這件 之後 在旁邊 有一間店鋪賣Vintage 被我遇到一件很漂亮的Vintage 你看這件 糟糕了 還有前面 你看 我覺得很開心 這件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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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有很多這些 最糟糕的是 它是Made in USA 然後 那我 那我 那他當然不是買 其實他也不算很貴 我覺得他合理 幾百元 那我就 那我就 跟我朋友說 我不買了 然後 然後 怎知道 那我就想 算了 沒有了 沒有了 不放棄了 怎知道 我要去 乘車 去湖區旅行離開曼城 離開曼城 怎知道這輛車延遁了 是延遁了 兩小時 我跟我的朋友說 不如 再去一次那個Vintage Shop 看看有沒有 糟糕 買多東西 就是在他關門之前 好吧我買了 就是這件 而這件我想說 我是去很多地方的人都喜歡 也有人搶 我覺得 而且你的身形 你坐在這裏 真的不覺得你那麼灰霧 但是意思是 但是你穿的那些衣服 剛才看肥仔那些 你看看 你是夠橫的 你看肥仔其實 其實這個形象很遠的 一直都是這個形象 哇 你是簡直 我不想說 真的有模特兒 如果你穿生氣 不要說說肥仔 不是說肥仔 因為我有做健身 我有做運動 可能會有些影響 可以留意一下那邊的眼鏡 我覺得那邊可能很潮 你應該看巴黎的眼鏡 我試過很多間 我已經想買的了 但是我還是買不到的 算了 我知道巴黎的那些 英國很威多你的眼鏡 不要緊的 巴黎不行 你還有柏林 最後一段 這個就這樣說 這個就這樣說 不過我覺得 剛才我回答你 我們扯到很遠 回答你說 那個 生活 就是有什麼 我覺得世界很大 世界很大 我們對世界其實認識很少 我一向都不是那種 只是要 圍著 我覺得以前我們香港人 尤其是我小時候 我們面向香港是 蠟燭香港 我都說過 我們是放眼世界的 我覺得這幾年香港人 是少了這些 這樣的 真的少了 你會發現很多時候都是 都是圍著香港 當然 你說 政治原因 很多因素 令到你一定要 只是說 香港 但是那個問題是 整個世界很多東西 是互為的 我自己就會覺得 其實我多一點觀察 譬如你問 我不用出帖 我很多觀察 其實我很多觀察 都是變成一些問 甚至我去了 Royal Apple Hall 你知道倫敦最出名的 最高級的一個表演場地 是 Royal Apple Hall 150周年 我都發夢 沒有想過 我可以進去看一場表演 而那場表演的 我非常喜歡 就是Pink Martini 遲些我就跟你解釋 那麼 你進去 你真的會發覺 生命真是好 如果遇到一些好的東西 你就會覺得很棒 我想這個才是 我想這個旅程 帶給我 除了感冒之外 我都算 吃得睡得 沒有什麼時差 不要說水肚不復 我一直都是倫敦時間生活的 你也知道 我是沒有什麼時差 但是我反而在倫敦 我就早睡了 因為做事的關係 試過都是4、5點 但總共都是12點 1點 很健康 然後因為我起床 就是英國時間的 可能是10點 可能是香港時間的6點 所以我又會 又會趕到一些尾班車 我就會做到一些事情 我覺得這樣 亦都是inspire到我 其實我是可以 兩邊走下 走下 因為你買衣服會錯過 那個理論 有些東西你說遇到 如果喜歡你就真是 爭取把握那次的機會 買了下來 因為這個生活也是 一個生活方式 我想唯一 其實香港人的選擇就是 你如果去了這裏 為什麼以前那麼多人 寧願去做工作假期呢 因為他寧願去體驗生活 人工可能沒有你現在握在手上那麼穩定 但他總是體驗到這件事 那就等下 尤大東會不會 我終於 我的生活也是好像 Paul Smith 或者你剛才那件 vintage 外套 我想我可能要花點時間在外國 那種 我想我這次有篇帖子 其實我本來在個人帳戶先出了 我不打算公開 但可不可以想一想 還是要說出來 就是 我不是說我的朋友幫我拍了一張定格的照片 是 我出帖子 我出帖子的那個樣子 我就是想說 其實這個這樣的生活模式 可能你想想 很多人說 我已經聽過很多朋友說 你就正了 有得去歐洲 什麼什麼什麼 小弟當然是三年沒有放過假 就是 我想這件事是我爭取了 我想我又畢業到現在 用了十五年時間 我才找到一個方式 又有收入 又適合自己 你想想 很不容易的 你又要適合 足夠支付到你 日常生活開支的收入 然後 你又要不斷很努力這樣做 然後你又要享受 你才可以 說非就非 是 說非就非 真的不是 不是人人做到 所有事情 就是 前人後果 那句就是 你必須花很大的氣力 你才看下去毫不費力 是的 這是真的 所以 我覺得那個感受就是 原來我終於用了這麼久的事情 我終於找到一個比較貼近我理想的工作模式的方向 我想這個就是 之後會再想 之後會 是不是兩邊走 三地走 這個就再算了 那我們 也要說一下香港的事 我也要說一下 好 你想說什麼 你想說什麼 你選擇了你的旅程 我覺得大家如果這幾天 有去華立先 不如我發給華立先 那天華立的媒體也發給我 我也忍不住立即發帖 那是什麼來的呢 那你就知道香港男 我出了這個帖子在Facebook那裏 Personal那些朋友以為我回了香港 我說其實就是 其實這個旅程 不是這個旅程 其實這個廣告就是華立 香港華立就是 力綁八大新簽回來的 新世代歌手 做一個很有型的 的宣傳 那大家近來是有需要的話 大家如果經過的話 不妨打個卡 因為真的有 那它有什麼人呢 有張天賦 有湯寧珊 有湯寧珊的女朋友 Mountain 有Kiri T 有Lucy 有Nancy Quai 就是之前有拍過ViuTV節目 Nancy Quai 那她是未出歌的 然後還有一個叫Buy Jack的人 另外 還有一個叫做 我突然間忘記了 總之很新的 極新 還有張曼芝 八個人 叫做Future is now 整個campaign 總之就是 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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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覺得就是 華立真的很討伴 她都簽了這麼多個人 那當然 很久沒試過這麼大陣容 說真的 很久沒試過有場面公司 搞這麼大的宣傳 沒有這樣的 但是老實說我張天賦和湯寧珊已經上了位 很厲害的 湯寧珊最近好像很厲害 湯寧珊的show又賣了票 雷寧珊被紅館開show 所以 還有湯寧珊和Kiri T 都是Berkeley的 都是Berkeley回來香港 那音樂底很厲害 應該是Kiri T 應該是湯寧珊的師姐 應該沒記錯 應該沒記錯 是布袱式浪漫 和J-Fone合唱的 那她那些歌都好聽 我覺得大家可以聽一下 另外就是開電視 開電視 其實我猜到她會想改台肺 我聽過那些 好多說嘛 讓你可以 我以為 因為其實 我 其實當時有一次吃飯 我就說 其實你們不如直接叫做開電視就可以了 什麼叫香港開電視 香港開電視就可以了 原來她就改了叫開TV 當然 你說開TV 你說是不是 很好呢 我覺得不是特別好 但是我又覺得她 首先就是你知道奇妙電視 有抑過手 我覺得她這次這個決定 一定是有她 一些歷史包袱在 那你又不能夠完全 否定你以前 就是優達昌 做話事的那個年代 你又不能夠否定她之前 的決定 是不是 美其名的秉承傳統 實際上就是不否定 以往的前人做過的事 那在前人做過的事之後 那你就再重新再做過 開TV當然那個image 上面 她 又不是最先進 我覺得她的定位是有不同的 她們是真的積極地想攻回年輕人 因為之前 開電視最 但你找陳惠霖出來做最後 那會不會是年輕人呢 我又覺得未必 我覺得這樣 其實她另一邊 她在搞壽事青春 我覺得 她也有王妍 有林恩堂那些有撐場 還有英王那班人 超豐 是不是 不是 我告訴你 她有牙力 找到人來 找到人來 起碼 你想想我陳惠霖 反而陳惠霖未必 她未必會上 不是上客 應該不會是那種 還有陳惠霖我可以選擇 因為你知道 可能在ViuTV的受眾眼中 她覺得陳惠霖不入樓 所以 可能陳惠霖如果知己知彼 她也知道自己的定位 她可能未必會 答應上ViuTV 但開電視 就合理 還有 陳惠霖 畢竟 真的有一定的叫做力 是嗎 門面都夠漂亮 那我覺得 那真是很難得 她一回出來 第一次 穿得那麼低胸 低胸 都很好吃 是啊 我覺得 你想想 你想想 陳惠霖是不是 TVB叫她都未必會上上 但是你 但是你開電視 你叫到 就是 告訴你我有壓力 這個是一個 是一個 而且她先給了開電視 是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有意義的 這個我今晚都有寫 我繼續有交專欄 我想這個就是這樣 還有 我也是說一句 社交媒體都是未來的戰線 你做好節目之餘 你也要好好地經營 社交媒體 那就要說到你自己 好嗎 這個我都未出帖 但其實我已經做好了一圖 我也很開心 因為原來我訪問 紫華神和張介聰的專訪 YouTube已經破10萬了 那個Clicks 現在應該是11萬多 所以大家 接下來就會繼續有 但是你知道我產量很低 是 訂閱我先吧 訂閱了YouTube頻道 但也有影視筆記的那個 我也是尊重 是的 我多謝大家支持 因為其實這個專訪我都做得很開心 還有我自己挺滿意這條片的 是的 那我就真的覺得你需要時間去 裝一下身 休息一下 會睡 明天睡不睡的呢 會不會做一下事 會睡的 當然會睡的 但我想說 剛才我又跳了一個步驟 我說林振強的詞 為什麼好呢 因為他裡面有些歌詞形容巴黎的人 花黎的與詩 是的 傾斜的 他那些人 愛與痴 坐在那裡聊聊聊聊 他真的晚上都只是有聊聊聊聊 很乖很討厭 然後他們 是不知道是有幾晚的 凌晨都是這樣聊 因為我昨晚晚上走回去酒店 我就覺得有時候的歌詞真的是 你要去到現場 感覺到 你才會感覺到 那我就會繼續我的行程 希望我下個星期 去到柏林了 下個星期 厲害了 下個星期應該去到柏林了 是的 去到柏林了 希望可以了 我也覺得我的樣子應該也不是太差 不行 簡直就是 很Romantic 那個樣子 很Sensual 多謝你這集 在巴黎跟我們做 下個星期再和你看 看看是否去德國見 好的 拜拜 搞定 感謝一直相信同樂廣告去支持香港台的新舊同路客戶 因為你 我們會揭盡所能 商戶包括 香港商戶 Chicky Duck 兒婆瑪麗馬來西亞餐廳 北角青藏牛肉麵 位於香港鴨利州的家祖辦館 有誠欣慕 加拿大溫哥華 Charisma Social Clubhouse Fame Insurance Financial Services Inc 加拿大卡加里 HK Mall 加拿大多倫多 Scrum Cheese Restaurant 大家好 Papawak 利安家師 Maxim Wills 地產鐵三角 Johnson Rasko Mortgage Investment Corp iPro Driving School 港姓裝飾工程 BuyShip Express Canada Truly 有機慢活市集 WOOP 益菌定裝保濕噴霧 加拿大移民教室 Ted Sir Engie 鄭太保險 Technic Motor Auto Body Auto Body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感激你同路 Speed Up Hong Kong 希望分享者順便 無論論的地霧或隔阻 盡可再見面 唯靜著決意的理想 奔向飛遲 心一起同行 不顧单一人 齊底看寶宇 一起看自由 棋頭 萬世都滑涼 榮光能知同行 Speed of Hong Kong